跟Rafi谈谈港股的情况 因为看到昨天的恒指 穿了6月的低位 当然大家刚才有我们说过 美国的大售加息预期性的1 美汇也强势 近期大家关注的是 内房的业主 会停止南美楼的贷款 现在在害怕会牵连到多少呢 最新的就是 刚才一开始也有说过 你现在又说被人拆 大家又对科网的监管 又再担心 你怎样看港股的调整压力大不大 现在最新的支持委应该怎样看 一定有调整压力 其实过去最近也在出现 其实上星期也有说 我觉得调一来也很合理 先不论是否有这些近期的困扰 就是看过过去这两个月的反弹幅度 就是三千多点 就算正路来说 你回回三分之一 回回一半 其实很合理 现在也是本身在做这件事 但当然你说 刚好要调得来 亦真的爆了很多 比较偏负面一点的消息 一来才看到 可能美汇强 你最近对港股 这些新兴市场又一样 这个有少少影响 二来个别的板范或行业 又有些困扰 就是过去两大的问题 内房和科网 刚好两者都有不同的因素影响 虽然最终是否一定去到极端 譬如内房那些东西 是否真的去到天年很大的一个系统的风险 令到昨天的内人都大跌 我觉得未必需要一下子的价格 这么负面 但大家亦都是不知道的时间 例外还是先扔掉 因为最终 一来你看到昨晚收的时候 每间的银行都举手 不是很多 没什么影响 没错 一来这样 厉害做这个动作 二来 其实我想以内地的取态 他会不会这一刻 才让你爆煲 有个系统性的风险 我都觉得未必会 当然最终怎么解决 我不知道 真的要谈的 但我觉得都会極力想去救这件事 所以结果 我觉得未必真的很负面 很悲观 但当中要搞多久 或者要怎样去变化 这个就真是难说 所以有不确定 自然大家会先减一减 所以这个事 我想摸否应地 这一刻 你说的看法一定是审慎少少 但未主要是很淡 觉得要再大一点 我觉得仍然维持 就是整个下半年 其实都算是审慎乐观 我觉得可能调整完这一转之后 当恒指又去一些比较便宜的位置 其实只要没有了一些 新的负面的发酵 其实资金慢慢又会 是滲入一些办法里面 我觉得 因为后市来说 其实主要方向 都是看着内地 我觉得那些政策的憧憬 其实还是存在的 所以不是特别担心 但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以技术面上看 因为过去几天大概2008 这些位置 都是想试回 但又站不到 2008 就是刚才也说过 过去5月份的升浪 19178 去到2449 调回一半的位置 刚刚就是2008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 都明显是打穿 我觉得也有几度打穿 因为从RSI等来说 是比6月份再弱了 其实是应该会扯一扯 但如果再下去 我想大概203 附近 204 这些位置 会是下一个支持 所以如果你说 完全没什么货 一直想等着去买 我觉得下到那些位置 可以慢慢考虑 会好些 是